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当你找到最爱的运动却一直没有机会上场 在千辛万苦之下终于取得比赛的资格 你会不会想办法努力下去 让自己成为场上的球员呢 还有我是夏依不只分享歌雷电影 更希望提供给大家再多一点的观音感受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聚想版《排球少年垃圾场的决战》 具体讲述日向向阳只有163公分 但他非常崇拜曾经称霸排球场的小巨人 于是他立即成为下一个小巨人 为此日向不断努力 期盼能有站上球场的机会 最终他在队友的陪伴之下 与树敌面对面 这次垃圾场的决战即将展开 照好莱坞大片云集的4月 有不定为演先轰斗 他就是排球少年剧场版 当时在没有看动画的状况下 无法理解他的魅力究竟为何 直到看了动画第一集 瞬间理解到剧场版的热卖 绝对是有原因在 于是在观赏完动画之后 进到西院感受主角们的约定 垃圾场的决战 首先来聊简单的剧情吧 日向向阳阳从小就爱上排球 可惜一直没有上场的机会 直到他在赛事上面遇见了影山 他们发展出另类的关系 并在各项赛事里面强强联手 让众人广目相看 不过在成为强者之前 总会有个禁敌在 乌野的眼中钉正式东京的英居 为了在赛场上面正式的碰面 乌野不断突破自身的极限 击败各种的强敌 最终与英居正面对决 双方你来我往 不分上下 在热磁场的决战里面 由乌野拿下胜利 彼此相知相惜 期盼明年的赛事中 能够再次的相遇 由于剧场版是衔接动画的极数 如果没有看过动画 就进戏院观赏 可能会对人物间的情感面 感到陌生 不过角色之间的热血环节 绝对能翻转你 对动画电影的刻板印象 透过人物的互动 与赏回画面 能够大致理解到 每个人之所以能够走到现在 都有一定的原因在 而原因正是过去击败的强敌 与眼前的劲敌 如果没有他们在 今天的我们就无法站上决斗场 实现彼此的承诺 看着剧场版的角色们 你会不会回想起 那些年令我们热血沸腾的事情呢 可能是杨基的王建民 也许是纽约尼克队的林书豪 他们在场上发光发热 激励了无数台湾球迷 不仅开始相信在辛苦的付出之下 总有一天能够站上大舞台 还能够让相关的运动产业蓬勃发展 进而产生更多的运动人才 你在看完剧场版之后 有同样的感觉吗 再来嘉一非常喜欢 日向向阳这个角色 他代表了平凡的人们 在面对持生喜爱的事务时 身旁的朋友不是先夸奖你 而是放大解释你的缺陷 逼迫你放弃不必要的幻想 任性事实比较实在 于是日向并不这么认为 对他来说即便天生优势不佳 那就靠后天努力补助缺憾 不就够了吗 于是为了成为球场上的小巨人 他无时无刻将经历 投注在练习与每场的赛事上面 透过与队友间的互动 学习相信他人的同时 也积极调整自身的实力 确保在关键时刻 不会成为那个败点 看看翔羊 想想自己 或许我们是不是也应该跟他学习 不被他人的酸言酸语影响 专注在自身的热爱事务上 即便遇到各种的困难 也不因此丧志 找出问题点并突破 成为各个职场上面 连那最特别的小巨人 称其公司的一片天 对吧 最后人生有个宿敌 其实对你我来讲 真的很有帮助 是想一下 当你一路上遇到各种的难关 不断影响到你 其实不知不觉中 很容易就会放弃了 可是当你闭上双眼 脑中浮现了一张脸孔 同时还能够听见对方的嘲讽 当下你就不会轻易的放弃 甚至逼迫自己不断成长 为的是不让对方看衰自己 你人生中有那么一个劲敌在吗 总结 剧场版《海九少年垃圾场的决战》 是不必看的电影 即便对动画不了解 也是能够进戏院观赏 毕竟整部电影的设计 并不全然是粉丝的导向 在观影过程里面 每个人都能够从中得到 不一样的感受与启发哟 下一我们下部影片见 给他带出新闻玻璃 再等一会儿 谢谢观看